今天的1600说新闻 要来看到父亲节 帮爸爸买股取代礼物 我们要带您用大数据 来了解爸爸的投资偏好 来看到就是根据 吉保结算所的大数据平台统计 发现台股 50岁以上男性的投资人 在今年上半年 库存股持股的前五名标的 分别是中钢 联电 开发金 还有鸿海 以及台积电 从库存持股的前十名个股当中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般爸爸股民们 他们比较偏好的是 钢铁 金元双雄 船运 还有金融类股 如果你是刚出社会的小资族 你有办法买下一整张股票 来送给爸爸的话 其实也可以参考领股交易 像是高价 机优龙头股 还有金融股 还有一些老字号的ETF等等 这些都是爸爸们 长线布局的首选 如果你也想做一些 长期的投资 来看看定期地额方面的投资 其实标的的排名部分 在今年上半年 第一名是元大高股席 第二名是元大台湾50 而第三名则是国泰永续高股席 好 可以发现 跟去年下半年比起来 可见低价 而且具有高值利率的ETF 也蛮受到爸爸股民们的青睐 除了比较特别 送给爸爸理财礼物之外 有求职网站也调查了今年职场爸爸们 他们最想要收到的礼物 来看到第一名 想收到的是现金 再来是礼券 还有智慧金手机 也是蛮不错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 有一些地雷礼物 可能要避开 爸爸们好像 其实没有要收到这些礼物了 我们来看到 最不期待收到的父亲节礼物 分别是微整形服务 泡茶器具 领带 皮带 还有衬衫拿等等 统计对于父亲节相关的花费 总预算平均落在508元 很明显的高于去年4501元 大约增加了11.3% 等同于是多了507元 跟去年相比的花费 其实职场爸爸们 他们真的是蛮辛苦的 压力也真的很大 我们从下一张图卡 也可以来看到 虽然很多家庭 是妈妈也有在工作 超过半数的女性们 她们也都有自己的工作 具有经济能力 但是根据人银行的统计 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绝大多数的职场爸爸们 他们还是家里头的经济支柱 因为来看到 在家庭开销分配的调查当中 可以发现 由爸爸支付大部分开销的家庭 就占了50.5% 最多的还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其次 是按照双方的薪水比例 共同分摊 占了20.2% 这个是第二名 那么接下来第三名 则是全部的开支 都是由爸爸来支付 占了15.7% 因此可以发现 其实家庭的开销 绝大多数的状况 也都是爸爸 来成为主要的出钱的人 而这份调查也更显示了 职场爸爸怎么想呢 他认为其实 夫妻两个人加起来 一个家庭 如果你想要养小孩的话 要需要的花费 大约需要10万2131元 可能你才有办法成立家庭 养小孩 开销真的是蛮大的 所以就有爸爸觉得 自己目前的身心俱疲 真的是蛮累的 甚至呢 觉得压力很大 快要吃不消的人 也有高达21.2% 那么另外有高达 56.6%的爸爸坦言 是有压力没有错啦 但是这样的生活 还算过得去 而上班族爸爸的压力很大 是来自于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到 压力来源第一 当然就是经济了 占了62.1% 第二方面则是工作压力 占了58.9% 第三则是购物压力 有25.2% 再来就是配偶给的压力 占了22.1% 还有就是育儿的压力 占了20.4% 而知长爸爸平均月收入 大约是65,973元 这样的收入呢 其实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夫妻两个人认为 一个家庭要养小孩 要达到10万多元 还有好大一段的差距 所以现在可以调查发现呢 受访的爸爸 有25.3%的人 他们其实也有找金拆的工作 算下来也就是 每四位当中就会有一个人 他们职场爸爸 还必须要仰赖兼差 来多赚一点钱 而最多人选择的工作 依序是电商人员 开Uber或计程车 跑外送或者是快递 算下来平均每个月 可以多赚12,600多元 看得出来 爸爸们为了家庭 真的是蛮努力了 而今天是父亲节 别忘了跟您的父亲 还有配偶 说一声父亲节快乐 以上就是今天的说新闻 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